迎接圣诞节结合环境教育推广 花联环保局连续第五年将回收的资源物品赋予新生命 以Long Time No Sea为主题 22号晚上在日出大道广场 要点亮号称全台最大的环保椰蛋树 而日前县长徐真蔚也前往慈激大学 和社区居民环保志工一起亲手制作装饰 也邀请民众点亮符合永续以及多元特色的环保圣诞树 岁末年中迎接圣诞 花联县府和慈激大学合作环保圣诞树迈向第五年 花联县环保局日前以慈激大学校区制作环保圣诞树 县长徐真蔚在环保局副局长老庆荣陪同下前往参加 并亲手制作圣诞装饰 明年龙年今年圣诞树以降龙为主题设计应景 圣诞树由金龙盘踞高达10米的主树 以空瓶就报纸灯条等做花果装饰 也设置八支具有不同颜色意涵 由社区居民等单位共同创作的Q版环保龙 展现出花联民众对于环保再生与环保创意的无限想象 花联环保圣诞树将于22日晚间6点于日出大道广场举办 今年主题为龙泰露C 由花联的环保艺术家黄敬之老师 带领慈激大学学生和国际学生 将各种资源回收物搭配巧思创意 相互融合东方华人吉祥的龙和西方祝福的耶诞树 Squander代表浪费 Effluvian代表飞气物 Extinction代表灭绝 希望永续和环保成为花联特色 用环保让世界看见花联 也让世界从花联看见台湾 接着长邦雁和环联师报导